那另外针对3月10号即将举行的最后一场公听会 那行政部门这边也非常的重视 我们从2月下旬开始 就持续提供相关的资讯跟论述给本党的委员 那有我的一些名嘴还有学者专家等等 希望能够营造有利福贸协议审查的气氛